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我是小伟 这旁边是我的妈妈 刚才我的妈妈给我一个黑色的袋子 这是她拿出来的 这里面是钱 有好多钱 一万块 一万块 这个钱给我干嘛 给哪个的 给大叔大女哥 给大叔大女哥 要五个 五个是一模一样的女哥 女哥的话不喜欢你 哎呀行 是要女哥 这个东西是女哥的话 为母师哥的话 你生我哥的 生我哥哥就玩我情歌 十家 十个的话呢 平时用我花 是的 好好好 来 准备可可好个的 准备去给赛叔大 四个个挺多重 我看后来这个新冲门嘛 冲门的 冲门的 我给你移除 三叔大呢 你吃花 你吃的 哇 这么多鲜 给我干嘛 给你生小孩 给你生小孩 他说给你生小孩 哎呀 这么多鲜 没见过 用纸包的这么好 哇 这不好是没有 给我这么多 知道有多少吧 一万 一万 给我这么多 太多了 我不要 不要 来 给你 不是我的钱 不是给我的 我不要 我不要 太多了 他是给你的 我们这边就是媳妇 生小孩子了 婆婆 他给些钱给你 是一个意思 哦 中国给这么多的钱 对 他是对你好啊 我们在野草 野草是四个 生八个 对 给你生小孩 不要了 到时候 再来给你第二个小孩 哈哈哈哈 第二年的 太多了 我不敢 放钱 给我在手上的很多 嗯 嗯 嗯 你先收拾 你先收拾 因为这是妈妈的一片心意 给你 希望你在这边过得好 过得开心 哈哈哈哈 对我这么好 所以你给小伟给我 我也非常开心了 哈哈哈哈 对 我说 让他给你 因为这是妈妈的情啊 他给你和我 给你不一样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当然了 我们是一家里 当然了 这是要小孩的 你不要那个 助我 所以有很多很多 都为了我张懒的 我一定要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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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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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放在我手上 那我给小伟 给 你给我 你全部给我吗 哈哈哈 给你呀 收拾 给我收拾 你为什么 你不是要养成那个存钱的习惯吗 你自己也不收拾吗 我感觉我不想放在我手上 因为我信息 喜欢找我借钱 我和你亲戒 喜欢找你借 对 但你 那时候 就我是信息的 那时候没有想给他们借 这有点不好意思吧 就 我也有家里 我又有小孩了 我怕我 那个我怕我 存不到钱 存不到钱 就是亲戚找你借的时候 你手上有情 不好意思说不借 对 这个也又没有是我的钱 这个是妈妈给我的小孩的钱 以后有什么问题 都是在小微书的 哈哈哈 非常懂事 看到没 哈哈哈 小不小的是什么意思 我吓的 你吓的 哈哈哈 他想着我花很多钱的 也要是你隔的话更多 然后感觉不好意思摇 嗯 心烦到我手上 嗯 这样吧 就到时候你手上也留一些情 放三千块钱 留在你手上 或者让我转账给你的 然后你手上随时就有情花 同时这三千块钱也让你养成一种 纯情的习惯吧 就是手上有情了 你的亲戚或者朋友 嗯 找你借的时候 有些情况下能不借的人 没必要借 是不是啊 嗯 要学会拒绝别人 不是什么事 都要答应别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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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妈妈 嗯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懂不懂事啊 那个习惯 还懂事懂事 懂事 懂事出花 你不想这样聊一会 买的你啊 哈哈哈 对 这么很多钱 没见过 嗯 没见过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是说是 我就 不想有很多很多想 我就希望那个 我知道生活中是需要想的 我的老公给我了很多 又给了房子 又有了 一年那个大生 他都有了 小孩也准备有了 我就 没什么希望给我 有很多想 我就希望 我的家里那个生病了 不要有什么担心 嗯 是的 这样想也是非常好的 我听了也非常开心 但是还是要有那种存情的习惯 但是也要有赚情的想法 知道吧 到时候你自己能赚情了 这个情你自己存着 是不是很好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情 因为特别好 就放在我老公的手上吧 感觉安心一点 哈哈哈 感觉安全一点 哈哈哈 对这个情 暂时放在我手上 你换衣这段时间啊 或者到时候牙齿 有问题了 随时可以去医院看 或者你家里的亲戚啊 或者外婆 外公哪里不舒服 需要大几百一千块钱 你随时可以拿出来 嗯 不是说什么小事 都要找老公 找老公 老公肯定有点不开心的 是不是 好 嗯 所以自己要存情 存情了 自己亲戚有什么问题啊 小时候非常疼爱你的那些亲戚啊 他们有问题了 零零大了 你可以随时帮他们 哈哈哈 嗯 这就是存情的意义 嗯 知道吧 嗯 非常感谢你的妈妈 太爱我了 哈哈哈 我就特别好 我有点 嗯 有点开心 又感动哭了啊 哈哈哈 我妈妈她说话 不太会说 她的心事非常好的 就是 欢迎你嫁过来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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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子就哭了 哈哈哈 喜欢啊 我来这里很长时间 很对我好 还要给我的钱 对 对 有时候 我们也想对她好一点 给东西给她吃啊 嗯 上街买衣服都会考虑到她 赛数导都会问 嗯 小伟你妈妈要不要买衣服啊 其实我知道我妈妈性格的 所以 衣服啊 那些贵重的基本上都没买 像那个鞋子 冬天穿的这种鞋子 给她买一双 还有那个女人裤买了一条 我有点不想要她的钱 感觉 她 不感觉她没舒服的 哈哈哈 像没有幸福啊 嗯 对 我就不想说她的钱 看你如果把这个钱一配给她 她又很生气了 哈哈哈 她就是这样的人 非常爱她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以后她老了 哭不了了 我们照顾她 好 哈哈哈 当然了 哈哈哈 别哭了 别哭了 开心 开心 哈哈哈 清清非常不错的 找一个老公 中国老公 那个妈妈的 非常 非常爱 非常好 非常对的好的 嗯 为什么那个 那个 嗯 我看很多年那个 那个 妈妈和 媳妇 对 媳妇 喜欢有问题 哈哈哈 你在我家里不会有问题 哈哈哈 是的 嗯 感觉没什么 给我心很烦 没什么给我的 不舒服 没什么给我的 不幸福 哈哈哈 她有 非常对我好 我们知道 要怎么 抱打她 对 抱打她 那给她生一个 孙子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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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我会要 那个小孩 我是 我是 不是越来越老的吧 又不是 越来越年轻 是不是 嗯 就是 有家里了 当然 只要 家里的父母 哈哈哈 对对 嗯 其实这个婆媳之争啊 婆婆和媳妇吵架 主要还是这个老公 老公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有时候 呃 我们每天上街都会带很多快递回来 我的妈妈就在我面前说 我直接把她说回去了 哈哈哈 如果她直接在你面前说你肯定是又不开心 不怎么喜欢她了 所以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 有些事情我不听她的话的 她是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环境 从那种环境中慢慢长大来教育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长大的小孩 不适用的 要有自己的思想 呵呵 所以我知道 嗯 好吧 赛速达今天 收到这个情感动的哭了 我也是 非常欣慰的啊 也非常开心有这么一个好媳妇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伟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 拜拜